直话直说 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那如果是师傅你看如果是梦到房子的先给房子的烧 然后再给自己的药精者烧 是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对 好的 谢谢师傅 慈悲开示 师傅您解答听众来信有这么一个问题 他说是请问家人在今年2月份过世的 目前还未入荡 考虑今年中置入荡 但听说今年因为有6月不适合入荡 请问师傅有这种说法 台长解答的是说跟土地公共和地藏王菩萨求一架就可以了 学佛人不怕 不学佛的话 什么都会有 什么都是禁忌的 请问师傅他这个跟您说的 跟土地公共和地藏王菩萨求一架 是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吗 师傅 如果学心灵法门的话 你就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讲 讲了之后呢 再求土地公共 再求地藏王菩萨都可以 因为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是道理 所以现在另外的呢 你看一般人家就直接求土地公共的 也有的 明白吗 也有啊 实际上地是有土地公共管的 明白吗 是这样 所以你要求的 不求的话呢 有时候就不安全 不太平 过去人家说看坟的人呢 看坟的人呢 他就听到鬼叫 每天晚上都看得到灵火 实际上那个时候叫灵火 就是灵性呀 明白吗 而且你只要到接近坟山 晚上都是那种鬼叫的声音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那师傅 你看在古代 人家经常说拜土地公 他是不是土地公也是属于执法官 在管辖着我们 是这样吗 实际上土地公共呢 他就是地府的官员呀 他地府的官员 他是管一块块地方的 就比方说这片是他管的 那片是谁管的 都是这样的 哦 都是这样 哦 其实我们当 其实我们 我们的善恶都有 其实土地公共也帮我们 都记录下来了 是这样吗 你要是在地上 做那些暗示不好的事情 比方说你 比方说你把一个人 人家说把人杀死了之后 到地板上去挖一个坑 把这个人埋了 土地公共就管了 到警察来 查的时候 你说怎么可能在森林里找得到呢 土地公共就把他引过来 让他找到 而且有的时候带个警犬 土地公共就可以让警犬闻到那种味道 警犬就我我我跑过去就找到了 哦 是这样啊 你以为这么大个森林狗能找到啊 全是土地公共安排的 你做坏事呀 你做坏事他就帮你揭发出来 就帮你揭发 哦 是这样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 您开始说 您不是开始大家要喝大杯咒水的 大杯咒水很增加能量的 菩萨每一次帮助我们 在大杯水里都注入了能 都注入能量的 请问师傅 大杯咒水里的能量体 能量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师傅 比方说 我们说喝水 人会神清气爽 一个人喝完水之后 马上精神就好一点 你们没有感觉的 实际上你们注意一下就知道 一个人喝口水之后 马上眼睛就亮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菩萨的大杯水 它注入能量之后 让你得到更多的加持 加持力是什么呢 信心 你有信心了 你去看好了 喝完菩萨的这个大杯水之后 比方说这个人身体不好了 喝下去之后他会有信心 他觉得我这病会好 我今天有观世音菩萨的注尺就是帮我注入这个能量 我一定能够病好的 我的毛病一定能改的 很多人毛病不改改不了 他喝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杯水 庙里都给的呀 庙里都喝的呀 对不对呀 他就有信心了 所以增加信心就是增量 增加了自己一种能量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傅 你看我们在家居士 就是把多准备上几瓶水 供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直接每天喝就可以了 是这样吗 是啊 一定要多喝水 而且有能量的水要多喝 过去有个科学家做过实验嘛 把一碗水你盯住 他骂半小时 一小时 水知道谈 你放到兵阁里边 一会儿功夫 他变成非常漂亮的花了 你说他好话 如果你说他坏话 他变成非常丑恶的图形 对对对 他写上阿弥陀佛 那个颜色太好看了 写出来的那种光 他写上南无妙法莲花精 非常好看 主要说你 恨你 讨厌你 杀了你 都非常丑陋 显化出来 这就是世界万物 皆具佛性 我告诉你 所以不要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连木头都不能锯他 为什么你看 为什么你看 那个法师穿的衣服 穿的这个鞋子 都不能穿皮鞋 对不对啊 实际上 对对对 等到你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师父你已经不想 你已经不想跟这种 杀害生灵有任何关系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师父 其实人家 其实人家有这么句话说 你看水都能知道答案 其实我们就是水 人就是水做的 因为人体 你不吃饭 你不吃饭几天可以 但是你几天不喝水 是不可以的 对啊 很多人每次在洞里就靠水 可以活一个月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 你看 师父说过 梦到蜘蛛 就梦到蜘蛛不好 但是现实中看到蜘蛛是好的 叫结连礼 就是家里有蜘蛛是好的 请问师父 为什么现实中看到蜘蛛 会遇事 会遇事 结连礼 一种好事呢 但是梦到 还是只是传统上 讨个口彩呢 师父 是这样的 梦到这个蜘蛛呢 那是蜘蛛 是蜘的蜘蛛 那么这个蜘的 这种小动物呢 它是一种 对人体有伤害的 也就是说 我们说的就是鬼 就是动物的鬼了 比方说我们这种鬼们 有人的人体的鬼 也有动物的鬼 它是说动物的鬼 那是 爬到你身上来 你一定倒霉的 那么在现实当中呢 看到蜘蛛呢 为什么能够感觉到 它给你带来一些希望呢 因为你要记住 蜘蛛 你去看它的共性 它喜欢好的气场 蜘蛛喜欢 喜欢 它不是完全在阴的地方 它喜欢太阳 它你们家的气场 它就出来了 你们家的气场 不好了 它就躲起来了 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 说明你们家的气场 不错 所以人家一看见 哎呦 我们家有喜事了 接连礼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傅 如果我们在家看到有蜘蛛 在我们房顶有蜘蛛 那就是 哎呀 我们就是不要去伤害它 要好好 就让它 也要抓住它的呀 也要抓住它的 抓住它把它放掉呀 哎哎 你家里弄个十个蜘蛛 天天接连礼 哈哈哈哈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 有风俗说 脚的大拇指代表爸爸 二拇指代表妈妈 如果二拇指比大拇指长 就是妈妈活得更长 请师傅 这个从学学上说 有讲究吗 嗯 恰恰相反 二拇指长 是代表妈 是对的 这个这个大拇指边上那个 但是二拇指长的话 妈妈先走掉 哦 要大拇指长 才爸爸先走掉 哦 是这样 玄学上 都有这方面的讲究 对对对 因为大拇指 大拇指是 梁柱 顶梁柱 顶梁柱就是 你的家家家家庭的那个父亲 就是顶梁柱 颈随的食指 是最灵巧的 所以食指是母亲 人家说 所以你去看 什么事情 用大拇指顶住 然后食指在动 就是家里要有一个顶梁柱 妈妈是运作 后面几个孩子 对不对啊 顶梁柱是父亲 如果你没大拇指 你说 你四个手指能干什么 你告诉我 你拿什么东西 你都拿不住 拿不到啊 你没有大拇指 你怎么拿东西啊 你四个手指 拿什么东西都拿不了 我今天有个 有一个什么大拇指 我就算少掉几个小手指的话 我照样可以拿东西啊 嗯 是的 是像打火机 你就用大拇指去 对啊 对啊 明白了吗 所以爸爸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吃杯餐吃 师傅在接着问 有同修发现 一些没有吃素的朋友 皮肤还可以 也没有很多的咯咯哒哒 就是 请问师傅 这种情况 师傅因为没吃素的朋友的果报 还没有成熟 所以暂时没有抱到皮肤上 或者说 每个人吃坏的业障 不一定都抱在外面的皮肤上 也还可能是抱在里面的皮肤上 比如严重的 可能会直接升到肠胃上 得癌症的呢 师傅开示一下 这句话呢 前面呢 肯定有物比的 实际上呢 并不是说 吃素的人 都是皮肤好 吃婚的人 皮肤都不好 那跟他爸爸妈妈的皮肤 有关系的呀 对不对啊 有关系 爸爸妈妈皮肤好 有些人就是吃婚的 但是他的皮肤也很好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属于遗传是吧 师傅 就是遗传性也有 但是呢 你经常吃婚 你这个 你这个胆固层高了吗 从医学上来 是的 你的胆固层高 你的脂肪 脂肪高了 对不对啊 刚才有三指高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的皮肤上 这个血液浓度就会加深 你血液走到你皮肤上 它憋不住了 它就会发出来 所以人的脸上就会长嘎嘎嘎嘎嘎嘎 所以吃胆固层太高的东西 尤其是活的东西 它胆固层高 所以它皮肤不好 那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啊 所以为什么吃素的人好呢 因为它没有这些 很浓的那种 胆固层的那个成分在里边 所以它的细胞源 也是非常的平和 还有一种人吃素 为什么它皮肤很好呢 因为它的性格是良性的 性格 性格连 性格有温性的 有良性的 还有热性 所以人家说热血男儿 有的人脾气急的人 就是热性的 有的人温温的 什么事情都不着急的 对不对啊 还有很多人 你再怎么说动他 他都不掉眼泪 这个人无动于衷的 所以人家说冷血动物 对不对啊 就是这些道理 所以申请 你说 师父那你的性格是什么性格 我不知道 你们比我 你们应该最了解我了 师父是除了救人 我急的 我的孩子做错事情 我急的 其他的我不会很着急 我就是自己的孩子 做错事情是最着急 还有就是 看到人家不开悟 我也急 对对 我就急这些 我其他都不急 有什么好急的 对不对啊 对 做人 好好地做就可以了 师父 孩子做错事情 您特别急 哎呀 心急得没法 因为我觉得他 他可能会上不了天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都把他们当菩萨 我就觉得菩萨 如果在人家做错事情 都因为菩萨在犯罪的话 他根本回不了天的 对 听得懂吗 但是呢 师父 您又很 慈悲他们 嗯 慈悲他们 他们有时候 有时候犹大太多啊 嗯 那几个犹大 整天搞搞搞 我告诉你啊 他们到了时候 再叫 师父也没有用 我根本 我很难过 因为我以后会救不了他们的 现在他们如果悬崖 雷马 师父还能救他们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听得懂 嗯 好了 最苦是菩萨 还是最辛苦的 嗯 嗯 师父 我接着问 就是说请问师父 就是带有颜色和数字的名字 比一般的名字相比 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有的人不叫张一什么 或张红什么 在颜色和数字的 怎样的 师父 是这样的 那个数字也好 颜色也好 它是根据比划来的 全运 后运 啊 这个祖运 它都有变化 嗯 必须相生 不能相克 嗯 你数什么的话 几几年出生的 有八字的 它根据你的八字 来排你的名字 它就排出来很准 嗯 你听得懂吗 是这样的 嗯 如果你的名字里边 有一啊 有二啊 对不对啊 嗯 实际上这个 这种名字是属于比较单薄的 不好 嗯 你去看看 用一 二 对不对啊 不是太好 你可以用数字 比方说大 小 中 都是好的 但是你用一 二 嗯 就是比较命薄 命比较薄一点 对不对啊 那九十呢 九十呢 九 九也不行 反正数字在 在命格当中啊 它会破坏你的命格 就算你九十两 两划 两横嘛 一撇一纳嘛 对不对啊 对 你说中文 中国字九 一撇一纳 两横 但是问题 你这个名字排上去 本来两横 可以跟其他的字 加在一起 正好成一个吉祥树 但是你这个九 本身就是九华了 听得懂吗 哦 那你整个的命格 就品 就就把你破坏掉了 你想 明白了吗 现在明白了吗 是这样 那师父 你像一个人的名字 能占命运的多少 那师父 名字的话 要看的呀 你这个 百分之二十呀 嗯 大概叫二十啊 如果你的命好 本身百分之四十了 再加上你百分之二十 那好了 嗯 那你还有四十就被你的好命就打倒了 如果你的命很差 百分之四十 那你名字又不好 再来个百分之二十 那你接下来百分之四十还会好吗 呵呵 你就算百分之四十好了 你也 你也斗不过百分之六十呀 明白了吗 嗯 是啊 是是是 就靠我们学和修行 就这样 嗯 对 那师 那师父 你看有的人就是想起名字 是不是 就求观世音菩萨 给梦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其实菩萨也不一定 给你的名字也不一定完全适合你 因为菩萨没有办法 他不能动因缘的 缘分他不能动的 就算菩萨说要给你一个非常有钱的名字 给了你 你因为命格当中没有钱 所以给了你有钱也没用的 我曾经给你们讲过个故事 一个爸爸生个双胞胎 他就找一个 算命先生给他起两个名字 说你帮我起过去 古时候最有钱的双胞胎 结果人家给他起了一对 过去古时候非常有钱的双胞胎名字 结果这个两个孩子一个发神经病 一个最后出车祸死掉了 这个就是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命能够因为你的名字而改变 因为他有命格的 你命里有数的 对不对啊 你说很多演员 其实不一定很出色 但是他为什么名气这么小呢 因为他有命的呀 你说比那些人长得好看的 比他有本事的演员多呢 为什么有些演员就这么倒霉 他就这么幸运呢 对对啊 对对对 这么就是命呀 对 是啊 就像有的人长得不打击 但是人家就是演出来的小品 就是好 就让人看了 哈哈笑 对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因为他有缘分的呀 他有缘分 有缘分啊 这个人的 人的这个一生啊 又有命根 我们讲起来就是根基呀 很重要的 嗯 没有根基 你拼命求也求不到 明白了吗 师傅 我就 我正好想问你个问题 一个人成佛根基 占百分之多少呢 哦 很厉害 我看一个人成佛的根基 至少百分之四十 哎呀 呵呵 哦 他想 想这个问题 哦 根基 占百分之四十 那百分之六十是什么呢 师傅 精进啊 精进努力啊 精进 就是前世的因 今世的果 你在果上 再种新的因 然后再种 再有得到更好的果 然后利用你 这个百分之六十的善果 最后修上去 那么 就算根基差一点 你也能上去 明白了吗 那 那师傅 如果一个人到根基 稍微浅 浅一点 那他只要拼命的 就照样能上去 是这样吗 对呀 完全能上去啊 因为你有六十嘛 你有六十就能上去啊 你肯定超过四十了 但是问题 很多有四十 命根很差的人 根基很差的人 他投了一个穷人家 他接触的都是那些 那些骂人啊 打架这种事情 你说他怎么能拿百分之六十来修补他的百分之四十啊 所以过去有句话叫贼的儿子是贼 这个法官的儿子是法官呢 怎么弄啊 你说你说这句话对不对啊 也对也不对啊 他对的是为什么 他就顺命了呀 走了呀 叫顺命了呀 应命了 但是他不对是什么 人家六十不照样可以把你百分之 人家贼的儿子照样可以做法官 因为人家努力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这叫唯物辩证法呀 对对对 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 那谢谢师傅 开始那师傅一个福报一个有福报的小孩子会投到比较富裕的家庭里 那他在他赚就赚这个小孩子赚钱之前 他所用父母的钱应该也属于他命里应该得到福报吗 师傅 应该的 有的 有的就能拿到 没有的 所以很多人去抢啊去偷啊很快被抓到了 没有用的 明白吧 那么小偷为什么经常能偷到呢 因为他小偷的业障少啊 他偷的东西价值少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判刑 你钱越多为什么判得越重啊 就这个道理 对对 明白了 那那是否如果他他的父母经常花钱给他买一些不必 要的东西 很多东西吃不完又浪费了 这样会不会坚决的损害小孩子的福报 也会减少父母本身的福报呢 会 会的 那就是那就是这个人不惜福呀 不惜福就用完了呀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你看学佛的人非常惜福啊 吃东西不浪费 你看几个老法师 吃到碗里一点点 倒点水 晃一晃 也把它喝掉 这都过去丛林制度里面的呀 就佛陀 佛陀当年教导弟子 这个来之不易的 人家施舍出来的东西都是来之不易 从人家嘴巴里省出来给供养你法师 你怎么可以倒掉 可以扔掉 你连这点 这个慈爱心都没有 你怎么样修行啊 怎么成佛啊 是这个概念啊 明白吗 是的 明白师傅 那一天就是上大学里吃饭吧 餐厅里哎哟 看到好多就是那种学生把好多的饭菜就吃了一半或者是一半多一点都浪费了师傅 这个就帮他算命的呀 帮他记起来了呀 我曾经看过一个人 我曾经看过一个人 对不对啊 这辈子就是吃东西就吐出来 吃东西就吐出来 结果太大就看见他 他上辈子啊 几个小孩的时候 一辆运粮的船 农村的船你都知道 运到这个船吃水很深嘛 就是粮食放在这个船 吃水很深了 都是要靠近边上了 这小孩啊 在船上玩 这里跑过去 垫过来 垫过去 结果把这个船 一船粮食弄翻了 所以这辈子给他的报应 就是他什么都吃不下 什么米都不能吃 一吃米就呕吐 最后瘦得了像个骨头 像个白骨筋一样的 这就是我告诉你们的 一个人不珍惜粮食 这个人会有报应的 明白了吗 师傅 真的您叫我们要欺负 欺负 什么都要欺负的 师傅很欺负的 我连你们孩子 对师傅好 我都很珍惜 对不对啊 明白 明白师傅 真的是 哎呀 明白你的父亲的心意 对啊 就是这样 有时候多看你们一眼 有时候多看你们孩子一眼 心里觉得很安慰 好孩子师傅多看几眼 就像父亲看孩子一样 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 就要孩子好 对不对啊 就像那个常回家 看看那个哥一样 爸爸妈妈要什么 就要你们回来看看 不要你们买什么东西 孩子还有点孝心 爸爸妈妈就够了 对不对啊 现在的孩子 不要把爸爸妈妈杀了就好了 不要把爸爸妈妈天天骂就好了 师傅 您最大的信念 就是希望我们 好好地学和修行 做一个有利于国家 有利于社会的人 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对啊 你想想看 国家需要好人呐 国家需要好的人民啊 国家才会兴旺啊 正能量啊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师傅 您都是希望我们阻击国 国泰民啊 希望世界和平 对啊 你刚刚我哪有一个法门 跑上来就说爱国爱民 遵既守法的 只有心灵法门呀 不是说你 你几个几个坏人 就可以说 把你一个将近三十年 爱国侨领 我是从小长在红旗下 生在新中国的人 你就可以随便把人家可以打倒的 这个根基在那里的 师傅的根基是根正红苗正啊 对不对 根苗红正啊 对不对啊 根红苗正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好了 明白 好 谢谢师傅的词里开始 师傅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就是您在7月30号的 万达节目里啊 有位89岁的老妈妈 拜师三年了 因为老伴特别关心她 怕她吃素没有营养 所以逼她吃荤 但是她 但是她不是自己想吃 也没有动过这种心 师傅说过 因为福德很大 只要她不吃的话 莲花应该不会掉 只要她不吃活的 莲花应该不会掉下来 而师傅之前开始 拜师三年不吃全素 莲花会掉下来 请问师傅 如何理解福德大的人 就算拜师三年后 不吃全素 也能保住莲花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你这个 我讲一句话 你就明白了 保住莲花 保几年 人家保三年 他保五年 六年七年 掉下来了 这不可能的 明白了 他不是一辈子保得住的 人家保三年 你五年还没掉下来 因为你过去有福德大 等到你福德消完了 你不掉下来 明白了 那师傅如何判断 自己的福德大呢 那你看了 你现在 你现在有没有福源呢 比方说 能够闻到佛法的人 能够修心的人 不就有福报吗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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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向法师接受人家供养 他不就有福报吗 对不对啊 那能够能够自己过着很平平安安的就是福报吗 这平安就是福报 有多少人生病啊 有多少人出车祸啊 对不对啊 全世界全世界每年要要要要要上千万的人要要要都是残废啊出车祸啊 为什么轮不到你啊 不就是福报吗 人家眼睛瞎了 你为什么没瞎 这不叫福报啊 你还不知福 知福知福师父 弟子知福 那师傅 那我 其实我 我末法师弟就是靠佛大的保佑啊 对啊 不靠佛大保佑 你真的 你打雷都被批死 你都自己不知道的 你马路上一个女的走得好好的突然地板裂开 她就掉下去掉下去滚烫的水啊 烫的了人都不见了 你看到新闻不了 看到看到看到 你看看看好了 你走得好好的泥石流来了全部淹没 你真的保证你啊 这个世界 福报啊 就是现在知福啊 活在当下 还活得好好的 就是福气了 还要怎么样啊 做做做 很多人们就是做出事情出来的呀 那师傅 那师傅 谢谢师傅 开始讲到营养 就说澳洲有一个 他说 有同学说澳洲有那种蜂椒 这种蜂椒 大家可以吃吗 他说蜂椒 他有很多营养 蜂椒当然可以吃了 最好 这种营养比较好 最好吃卵磷子 卵磷子对脑细胞是最好的 师傅曾经跟你们讲过 卵磷子是补充人体的那个脑细胞的 因为人体的细胞到了年老的时候会越来越少 就是用掉的多 进来的少 生出来的少 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用掉两千脑细胞 会长出来两万 到中年的时候 你用出去两千 长得只有两千多一点点了 等到老年了 用出去两千 只会长出二十 两百 慢慢的你的记忆力衰退 什么都不行了 脑子不行了 记不住了 然后呢 知识面不广了 而且呢 老年痴呆了 就是因为脑细胞不够 卵磷子 大豆卵磷子 它绝对是唯一的补充脑细胞的 所以我希望年纪大的人都要吃 而且还不是贵 不太贵的 不贵的 十几块钱 对 而且对心脏都有好处 而且 有的卵磷子里面还有Omega-3 它还可以帮你洗清血管 挺好的 念经嘛 也要开智慧的呀 对不对呀 因为有些病都是现代病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师傅 谢谢你今天的开示 弟子最后想说 师傅 天之大 唯有你的爱 是完美无瑕 师傅 师傅 再见 师傅 祝你节日快乐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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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